高通膨時代下 誰可以因此變得更有錢呢 有一份研究就顯示了 美國最富有 資產在前1%的階級 還有中產階級 都可能會因為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而因此受賄 不過隨著民意薪資跟收入增加 民眾也可能被歸類在比較高的稅級 導致購買力下降 像資產在前10%的富豪 通膨收益是負成長的 老闆 現在當令的蔬菜 大概是 現在當季的是 當季的是 薄菇菜 很好 到菜市場挑挑選選 先看菜漂不漂亮 再來就是價錢 採買家中日常需要的蔬菜是日常 對於物價的波動更是敏感 我以往一直都是在超級市場買菜 那因為也方便 然後隨時我可以採買 那麼超市的那個價錢 都標示得非常清楚 然後你每隔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哇 怎麼又貴了 尤其是這一兩年來的感覺 更深刻 更有感覺 所以我現在比較常在那個大型的一個 火菜樹批發市場買菜 都是像那個冰江市場 環藍市場這樣子 那一方面選擇也多 說到通膨 對於大眾而言都是壞消息 因為價格上漲會削弱消費者的購買力 國內旅行的一個房價部分 在疫情前後大概就三四年時間 整個我感覺波動 定價大概高了四成到六成 對 然後還有它的觀光的一個景區的一個 提升 特色的提升好像也沒有同步成長 但通膨不見得總是負面 紐約大學經濟學家研究分析 1983到2019年間通貨膨脹 對美國人整體財富的影響 發現財富排行1% 美國人身上的近通膨收益為6萬3千5百美元 佔平均年收入的6.9% 原因是通貨膨脹可能導致資產價格 尤其房地產大幅上漲 因此有益於擁有大量資產或是債務的家庭 例如房貸債務佔比收入很高的族群 或者是超級富豪 通膨對於財富處於第40%到60%的家庭 受益最多 通膨收益將近4萬美元佔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而研究中也發現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平等收益 收入最低的20%家庭 沒有房子也沒有股票 將會在高物價時代活得更加辛苦 經濟學家有常講到就K型複屬 也就是說兩頭漲 但是中間落線 什麼意思呢 在疫情底下我想金融非常的好 股票我想很多高資產的 在股票裡面收入非常的豐沛 一些高資產的人 他急需需要把資金找到一個安全保本 所以我們又會發現 哇 居然在高通膨底下 可是各地的房地產怎麼居高不下 跌不下來 因為成本增加 本來就沒有跌價的空間 買進的不動產價值 因為通膨上漲 根據統計 民眾認為抗跌保值的投資標的 第一是不動產佔42.2% 第二是股票佔16.9% 依序是現金 基金債券 以及黃金或是貴金屬 現金總是要有一個去處 而且房地產自古以來 全世界首富70%都是透過房地產 來倍增他們的財產 國內外政經局勢變化大 不少富豪對於資金規劃也更加謹慎 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 他可能是有錢 只是放在自己自用的資產 或是放在銀行存款 坦白講他對因為通膨的關係 並沒有辦法增加他的資產收入 所以反而會因為他的消費資質增加了 可能實質收入反而會減少 可能他佔我們整個資產 金字塔的前半就40%的人 他這些資產是都會出來的 可以去創造更多的收入 經濟學家米爾頓·富麗曼 認為通貨膨脹就是一種隱形稅收 因為他迫使人們得賺更多的錢 來維持相同的生活方式 但也因為資產和債務的多寡 影響實際收入 TVB新聞陳如環和嘉楊謝丹慈 台北報導 要衡量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 我們來看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報告 台灣是以7萬3千多美元排在第12 前三名是新加坡 盧森堡跟卡達 不過其實在疫情之後 就算是富裕國家 很多人習慣宅在家裡面 所以對休閒娛樂服務相關的支出 是減少了6千億美元 沐浴爐什麼的 如果自己去買的話會很重 對 但如果在網路上買的話 就有人幫你送上來 你都不用自己提 開啟手機的購物APP下單 家中缺少的東西 適逢雙11活動 手指更容易不聽使喚買下去 我自己是覺得因為疫情 大家都不能出去嘛 所以說不管買什麼東西 一定都會透過線上 那現在其實也很方便 像要買一些生鮮啊 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小朋友的東西 自己的生活日用品 其實都可以透過線上來做購買 疫情讓外出消費暫停 也造成消費模式永久性改變 催生了一群不喜歡出門的影視 經濟學人追蹤疫情前後的消費模式 發現即便疫情結束 服務支出比例仍然低於疫情前 像是富裕國家消費者 每年服務支出比2019年少6千億美元 尤其戶外活動和娛樂支出減少 而錢則轉而花在購買商品 像是家具 家電 衣物或是食品 甚至更專注在自己身上 因為真的就是長期戴口罩啊 臉的皮膚 尤其是眼睛下半部 會變得比較乾燥 也會發現說就是 可能會有常常會有脫皮啊 什麼的一些症狀 對 所以的確會在美妝這一塊 就是多放一些 就多投資在自己身上啦 居家消費仍然存在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有些人害怕感染 不想出門或是更重視隱私 其中也與工作模式有關係 像是富裕國家 每週會有一天在家工作 以及疫情後不少產業延續居家上班 因此出門次數降低 消費力也會受到影響 那反而在這三年在疫情的期間裡面 就會變成加速了這個數位化的進行 所以有很多的實體通路 甚至是比較老字號的企業 也在這三年裡面進入了 所謂的數位化的過程 那數位化的過程其實就是 以這種方式服務客人以後 客人會建立一個習慣 也就是有點像制約的反應 好像這個東西我能夠在這個線上買 我就不用真的到線下了 消費習慣的改變 也促使業者更積極投入線上服務 研究分析因為疫情封鎖的時間長短 也對經濟有所影響 像是紐西蘭或者是韓國 現在的服務支出都已經回到了疫情前的水準 但是如果受到疫情重創的美國 捷克或者是日本 現在的服務支出則都還沒有回到疫情前 財經網站日前公布 全世界最富裕20國排行 台灣排名第12名 美國只排在第8名 最關鍵的原因就是來自於 過去這個發達國家之前的 這個所謂的現金補貼 或者是財政政策的補貼 這個效用是一直不斷地在遞減當中 所以其實到目前為止 根據美國的這個FED的統計 基本上到了今年下半年 應該是把過去財政政策補貼的 這些紅利全部都用盡 所以如果是以美國的這個消費市場來說 基本上會看到接下來 從今年到年底之前 升到明年上半年 也會看到美國的這個消費力道 是一直不斷地在衰退當中 尤其實體的服務類別產業 在疫情期間關門 疫後又還沒復甦 或是降低服務量能 因此供應減少 能創造的消費金額也會跟著降低 可能這三年也沒賺到錢 分紅也拿得不夠多 所以相對的消費者型態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預估在明年的Q3 可能這樣子的型態會做到改變的時候 明年也就2024的Q3 它可能才會回到疫情前的消費趨勢 美國消費者的儲蓄率是一直不斷地下滑 那另外在薪資成長率的部分 過去這幾個月公布出來 也開始陸陸續續明顯地在放緩 甚至在製造業的部分 可能在裁員的力道上面也有持續地增加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接下來 到今年年底之前 甚至到明年上半年 疫情期間許多國家發放振興支票 以及消費者無處花錢 讓家庭儲蓄率大幅提升 而以後消費者又飽受高通膨打擊 也實際打壓消費力 TVB的新聞 蕭英強陳如懷接單詞才會報導 不過現在有一種新的消費模式 叫做先買後付 消費者可以先把商品帶回家 之後再彈性地支付給業者 對學生族群或是非典型的就業人口 特別具有吸引力 因為就算沒有信用卡 你也不用提供財力或是薪資證明 一樣可以取得消費的額度 進入購物車後 其實它有很多的支付工具可以做選擇 像包括信用卡跟電子支付 那另外還有包括先買後付 那我現在要點選先買後付進去之後 那就會跳到一個驗證頁面 輸入手機號碼 我就可以直接進行購買 選擇自己想要的產品丟進購物車 程序就跟一般網購一樣 只是最後付款這一道手續 多了新選項 現在先買後付其實在很多的一些 包括從新鮮商平台 包括一些3C產品品牌官網 各個都員的領域上 其實都可以去做消費使用 就基本上是在我們生活中 所有的場景都可以去做應用的 所謂先買後付 Buy now pay later 顧名思義 也就是消費者在購買商品的時候 先不用立刻付款 業者會先幫買家支付該筆款項 給商家在消費者取得商品之後 再選擇一次性或分歧方案 有彈性的付款給先買後付業者的模式 近年先買後付交易在全球掀起熱潮 呈現急速成長 預估2025年將佔整體電商交易12% 相當於6800億的美元規模 這個是我的可消費額度 那一開始的額度會是中型的 然後後面會因為你的還款記錄良好穩定 慢慢的提高 新模式一步步注入網購習慣 以台灣來說 2022年整體先買後付的使用者 相較前一年同期有高達3倍的成長 其中成長幅度最大的部分 為31到55歲的族群 甚至佔了使用者比例的72% 除了安全性 彈性 還有便利性 這都是吸引消費者投入使用的主因 Binal Payless 跟信用卡支付最大的差異有兩點 第一點是在申請的門檻上有所不同 那Binal Payless 相比信用卡更加的寬鬆 而且低門檻 因為不需要提交過多的事前的資料 也不涉及到聯真的相關問題 所以可以適用的消費族群更廣泛 那第二點是整個信用審核機制的差異 因為我們是透過自己的AI模型去判斷出使的額度 所以也可以讓消費者非常快速地去得到 自己可以用的額度 而不需要經過過多的等待 攤開台灣主要先買後付業者 包含了日系血統 新加坡代表 還有台灣品牌 以及中信融資系統 就連蘋果在2022年也推出了Apple Pay Later 開放消費者可以分期支付Apple Pay的賬單 相較於申辦信用卡 需要提供薪資證明 財力證明 且等待漫長核卡流程 先買後付不論何種身份 何種工作形態 都可以使用 尤其除了學生 家庭主婦 在新自由主義的工作市場中 根據主計處統計 台灣非典型就業人數 在2019年就經突破了80萬人 佔全體受僱者的8.3% 比例還在不停攀升 當非典型就業人口 已然成型 先買後付的消費方式 也提供了更多財務使用的彈性 台灣整體來講的話 有800萬左右的人 是沒有信用卡的 所以對於這些沒有信用卡的人來講 他多一種支付方式 他本來可能想購買 那他可以使用先買後付的方式 或是他已經有信用卡 但是在現在的 詐騙猖獗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那有可能會被騙錢 或者是信用卡被盜刷的疑慮 他使用先買後付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幫助他在 疫情期間 甚至是現在網路購物 比較流行的階段的時候 能夠擁有自己的消費需求的滿足 隨著社會產業結構 以及消費模式的轉變 在支付運用上 延伸出的先買後付 也正寫下買賣的新篇章 記者新聞 余信和陳文岳台北 採訪報導 不斷在寫新低記錄的 最近就是日元的壁值了 觀光客是樂得去搶便宜 像今年暑假期間就消費了3000億 不過對日本民眾來說 這通膨讓生活可以說是苦不堪言 十一住行樣樣都變貴 而跟四處爆買的觀光客相比 他們覺得彷彿活在兩個世界 來到日本百年老房子 享用義大利菜 融合在地食材 做的義大利無菜單料理 還入選米其林指南 受惠日元貶值 換算台幣十分划算 然後他今天晚餐是 大約是10道菜 賣8800日幣 這個台幣的話是不到2000塊 算是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便宜的日幣 刺激外國旅客觀光消費 日本政府觀光局統計 今年7到9月 訪日外國人在日本 共消費1兆3904億日元 約新台幣3000億 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17.7% 日幣疲軟 讓外國觀光客的購買力 跟著增加 他如果知道地方的超市 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 像牛肉的賣場 如果他叫婆利多銷的 路線的超市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是真的蠻便宜的 兩三百塊海幣的價格 就可以買得到一盤100克 那個黑毛和牛的 可能是燒肉片 火鍋肉片之類的 所以其實算起來的話 當然是比台灣買到 同等級的東西要便宜得非常的多 日元貶值 外國旅客買得盡興 但日本民眾卻飽受通膨所苦 日本正面臨泡沫經濟以來 物價漲幅最大的時代 能源 電力 原物料都在漲 各地飯店住宿費 也因為國際觀光客回流 跟著漲價 東京高級飯店房價 比疫情前漲了三成 有的一碗突破10萬日元 至於商務旅館 每碗住宿費也來到 15000到3萬日元左右 不過對外國旅客來說 似乎不痛不癢 但卻讓許多日本人叫苦連天 現在日本人的出差很困擾 以前日本人出差住 那個Business Hotel 一個晚上可能就五六千塊 現在一個晚上都要一萬塊 所以對日本來講 這種飯店出差價格的上揚 這件事情 對他們講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變化 再加上由於日元貶值 然後很多觀光客進到日本 他們在日本就是 大量的消費的結果 使得日本一般來講 平常可以花費 平常金額消費的這些物品 或是商品 他必須以更高的價格去購買 現在日本漲價比較嚴重的東西 第一名就是食品 然後第二名就是電工瓦斯費 對 然後第三名就是油價 對日本人來說蠻大的壓力 然後他們的開銷也變多 史奇城也表示 現在日本當地人力短缺 不少飯店缺工嚴重 遊覽車公司也缺司機 整體成本上揚 因此反映到住宿費身上 日本的飯店 現在面臨很嚴重的缺乏人員的問題 所以就他們譬如說 有一百間的飯店 但是現在只能開50到70間 其他的就是就沒辦法對應 因為人手不足 所以當然會反映到一些住宿費的部分 而就11月13日早盤交易期間來看 日元對新台幣來到0.2168元 闖一年多來新低 若換10萬新台幣 可以換到461,254日元 和2021年最高點0.2797相比 當時只能換到35萬多日元 一來一往 差額高達約10.3萬日元 等於省了2萬多新台幣 從去年開始日幣持續貶值 讓台幣換日幣的價值 瞬間高出許多 而日前日元對1美元 多次貶破150重要關卡 今後再下探的可能性高嗎 目前看起來空間是不大的 那主要原因是美國的聯準會 在這一次開會的時候 其實有暗示說 可能升息到了比較後面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10年公債利率 也從最高接近5個% 在最近比較往4.6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簡單來說 美國跟日本他們的利差 並沒有進一步拉大 那這也代表說日幣匯率 想要進一步貶值的空間 也比較縮窄 以後外國觀光客重新湧入日本 著名景點仍滿為患 但當地日本人 卻得承受物價飆漲壓力 形成一個日本 兩個世界 TVBS新聞 何佳陽 劉彥軒 台北採訪報導 很多長輩喜歡打麻將 不過60歲以上 長者觸犯賭博罪的比例 卻是逐年在增加 而是否有犯罪的定義就在於 這些娛樂協會或社團 有沒有抽頭金 而至於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必須提供銀髮族更多的社交支持 不少高齡長者自備簡便的棋盤和象棋 直接坐在場椅下棋 萬華猛甲公園是白天長者們的社區交際場 只是若在公園或麻將協會等公眾場所拒賭 就有可能觸犯 你們怎麼了 你們怎麼了 來到漢口街的一間麻將協會 在今年9月被警方一舉查獲 石桌麻將40名賭客拒賭 以中高齡長者居多 而賭資及抽頭金合計10萬多元 搜索期間還有多名賭客 準備進場試試手氣 殊不知麻將協會以合法掩護非法 提供場所讓賭客進行麻將博益 其實我們這邊麻將協會居多 那平常打麻將的民眾 40歲至70歲左右 所以我們這邊是屬於年長者比較居高 那對於不肖的業者 像齊白社或是麻將協會 那提供場所跟賭據 供民眾在場所裡面對賭 那警方將會全力執行掃蕩 警方表示其實年長者在麻將協會賭的金額都不高 頂多幾千元 但因為屬於公開場所 加上業者收抽頭金 一旦被抓就構成賭博罪 前陣子取替的部分就是 他每一桌四個人打完一降 他就還沒打之前 人家就收起400塊 就每人收起100塊的現金 提供場所跟賭計 讓他們在那邊對賭 那就是明顯的違法 國內高齡犯罪中近五年 賭博罪每年都達兩成以上 111年共有106名60歲以上的長者不慎處法 而從法務部統計的數據顯示 2012年至2022年6月 高齡犯罪被判刑定驗 犯賭博罪的男性有6000多人 女性則有3311人 在所有高齡犯罪類型中來看 女性觸犯賭博罪的比率比較高 高齡犯的一種犯罪人 女性她的比率最高的就是賭博罪 但男性來看 她的人數還是最多的 絕大多的犯罪還是以男性為主 老人他私利比較細膩一點 他比較不會用這種體力的方式 像年輕人體力的方式去犯罪 而是用一種比較紋的方式 用一種還要動頭腦的方式 去做這種比較紋的那種犯罪 鄧皇發進步表示 相較於其他的高齡犯罪 賭博罪十屆入肩的人數相對少 在於賭博與休閒活動掛鉤 有罪惡感低及起訴率低的特性 罪惡感比較低啊 因為這個東西我不傷害人家 絕大多數都是用行政法 用違反社會秩序的違覆法 那個一般都不會送到法院去 那檢察官受理了之後 他也未必會起訴啊 大部分賭博的人被抓到的 還是微乎其微 所以在這個整體的犯罪裡面 賭博犯罪的犯罪黑數也是很高的 國內高齡者越來越多 有的人之所以成名賭博 與孤獨感息息相關 精神科醫師楊聰才指出 高齡者的社交孤立 會讓他們家具對賭博的依賴 確實可能跟孤獨感有關 周邊沒有很親近的親友 他可能要找個地方 他去跟人家賭博 然後去賺取一些快感 這個要注意就是說 他是不是生活上太缺少 其他適當的娛樂 勿動的機會 所以會有那種孤獨感 然後找個方式來發信 民黨可以適當地辦理 定期的活動 讓這一些銀法族 讓這些老人家有參與感 要不然他很無聊 無聊他就想辦法要打發時間 然後賭博就變成他一個選項之一 台灣邁向超高齡化社會 但替高齡者所設計的娛樂並不多 提供足夠的休閒場域 才能減少年長者沉迷賭博的風險 TVBS新聞 徐昆莎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國人的癌症風險持續在升高 平均每4分19秒 只有一個人離癌 現在政府是建立從篩檢 追蹤 到確診的完整機制 針對肺癌 乳癌 大腸癌 這些常見種類 協助患者就義治療 國健署公布2021年癌症登記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 連續15年位居首位大腸癌 被過去第二位的肺癌擠下來 肺癌要升發生人數最高的癌症 死亡率極高的胰臟癌 首次進入前10名榜單 據瞭解2021年新發生癌症人數 為121762人 是癌登報告以來首次下降 癌症時鐘與前一年一致 平均每4分19秒就有一人離癌 國人的這個健康醫師抬頭 很多比較可能中年3 40 40 50歲 我們就會接受這個健康檢查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在比較早的時候 看到這個癌症 那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這樣就表示我們可以在 零期一期在這個疾病能夠治癒的 機率最高的時候 可以找到這個癌症 如果民眾有意願接受這個癌症篩檢 那做完篩檢以後 這個報告要及時的出來 假設是一事異常的個案 相信在目前各醫療院所裡面 都有一個適當的機制 就是有癌症的個管師 會通知 確疑是異常的個案的民眾 回到醫院來做進一步的確診 目前政府針對兩大肺癌高風險族群 包含肺癌家族史與重度吸菸史 補助每兩年一次的 免費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在人類壽命越來越長的同時 空氣環境條件也越來越惡化 現在在治療肺癌有很多的藥物選擇 但是如果希望是有效的遏止肺癌 能依靠的就只有篩檢 如果說像是居住在空汙地區 比較嚴重的居民 或者是他工作當中 有可能會接觸到一些特別的工業化學物質 比如說生 個酸 孽 或者是食眠的話 也會建議可以自費安排檢查 肺癌低劑量電腦斷層LDCT 篩檢近五年 肺癌新發現個案雖有一萬多人 肺癌若能早期發現 五年存活率可高達九成 第四期 僅剩一成 符合篩檢資格的民眾 應該定期接受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LDCT 乳房X光攝影 糞便淺血檢查 口腔黏膜檢查 或子宮頸抹片檢查 但民眾如果收到篩檢異常的結果 不需要驚慌 是做癌症的嘛 所以就會有很多病友就會詢問說 我的家人會不會有相關的危險因子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跟他說明 然後邀請他們也可以來參加癌症篩檢 那如果篩檢之後發現有異常 其實我們也都會做主動的通知 那目標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早期 找到這些癌症的病友 然後可以在存活率最好的狀態底下 可以幫他把病治好 癌症從民國71年開始 就成為台灣十大死因之首 如何有效防治癌症 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 台灣大概有四成的病人 被診斷大腸癌時 就已經是第三期或第四期 錯失了治療的黃金時間 所以民眾在大腸癌篩檢的意識上 仍然要持續進步 目前政府補助50到74歲的民眾 每兩年一次可以做分辨前協檢查 在這樣的政策執行下 有越來越多的大腸癌被提早發現 整體大腸癌的死亡率 也有明顯下降的情形 醫師指出疫情前 台灣醫療院所執行 篩檢疑似異常個案追蹤確診 做得很確實 但受到疫情影響 很多疑似異常的民眾 就沒有到醫院來做這個確診 那我們知道做篩檢以後 得到一個疑似異常的報告 不代表你就是癌症 曾經有人罹患過乳癌的話 他的年紀就可以提早到40歲 就可以做這個乳房攝影的篩檢 那目前的頻率是兩年 可以做一次免費的乳房攝影檢查 早期篩檢癌症最重要的就是 幾乎你感覺不到症狀 可是你應該在符合這個年紀 或是符合某一些生活習性 譬如說抽菸 你有符合這樣的資格 或是有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或者是你有這樣的生活習慣 你就應該來做早期的篩檢 由於癌症初期並無明顯症狀 容易讓人忽略 等到身體發生警訊 可能為時已晚 唯有透過癌症篩檢 早期發現即時治療 才能提升國人存活率 TVBS新聞 教漢文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看最完整的新聞 感谢观看